市新貸銀行打四折 賤賣給瑞銀UBS 一百六十一瑞郎 AT1債券淪為廢止 收貨案之後首日收盤 股價繼續下探 大跌超過百分之五十五 不同於一般民眾 歐美各國的內行人 從德國政府 到金融市場分析師 都認為收購案 踏出了拆彈第一步 市場也先給了讚聲 歐股全面大漲 美股四大指數 也給面子通通收紅 瑞幸收購案背後的風險 有多大 各地官員齊聲上火線 要替金融的穩定性 打一劑強心針 這不怕掃雷不成 動搖全球金融市場穩定性 美國聯手會 周末漢 歐洲 英國 加拿大等六大央行 宣布將透過美元互換協議 聯手注資 確保美元有足夠的流動性 也將互換協議的操作頻率 從二十號到四月底 每週改成每日進行 要替全球融資壓力打打氣 否則銀行業接連傳出噩耗 就怕瑞幸之後 還有更多的未爆彈 進行我黃盛凱周成輝報道 想看更多精彩新聞影音 請訂閱按讚進新聞 並開啟小鈴鐺 接收最新影片通知 接收最新影片通知